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並鄉,謝謝 你做了這麼多好吃的 你真能幹 先別誇獎 還不知道味道怎麼樣呢 你要多少米飯 我一看見這麼好的菜 就覺得特別餓 我要滿滿的一碗 可能還不夠 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米饭多得很 菜做得真好吃 你做菜的技术一天比一天好 特别是这个炒鸡丁 不但好吃 而且样子也很好看 这个菜比饭馆做得好得多 谢谢你亲爱的 好了 你觉得好吃 就多吃一点 还有 你炒的这个大虾 也好吃得很 我看 咱们结婚以后 可以在美国开一家饭馆 你当厨师 我当经理 咱们一定能挣很多的钱 哦 你是老板 让我给你打工 我可不干 这不是谁给谁打工 而是咱们俩分工合作 你有技术 我懂管理 咱们一起干 这有什么不好 你看 我吃完一碗了 我还想再来一碗亲爱的 你怎么一开口就是亲爱的 你真是一天比天话多了 我怎么了 你为什么不高兴呢 你不喜欢开饭馆 说实在的 这个主意很不错 你知道 你知道 有不少华人 在美国开饭馆挣钱 再说 中国菜 世界有名 让更多的西方人 吃到你做的菜 更多的了解中国文化 这不挺好吗 挣钱的办法多得很 不必都去开饭馆 我喜欢做饭菜 可是 与厨师的水平还差得远呢 厨师必须是专业学校毕业的 还有 别总说亲爱的好不好 我听着 总觉得别扭 好吧 亲爱的 你看 我恐怕改不了了 可是 我真不懂 你究竟为什么 不愿意听这三个字呢 大为 吃饭了 今天请你吃我做的菜 亲爱的 你累了一上午 饭终于做好了 谢谢 你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你真能干 先别夸奖 还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呢 你要多少米饭 我一看见这么好的菜 就觉得特别饿 我要慢慢的一碗 可能还不够 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米饭多得很 菜做的真好吃 你做菜的技术 一天比一天好 特别是这个炒鸡丁 不但好吃 而且样子也很好看 这个菜比饭馆做的好得多 谢谢你亲爱的 好了 你谢了 你觉得好吃 就多吃一点 还有 你炒的这个大虾 也好吃得很 我看 我看 咱们结婚以后 可以在美国开一家饭馆 你当厨师 我当经理 咱们一定能挣很多的钱 哦 你是老板 让我给你打工 我可不干 这不是谁给谁打工 而是咱们俩 分工合作 你有技术 我懂管理 咱们一起干 这有什么不好 你看 我吃完一碗了 我还想再来一碗 亲爱的 你怎么一开口 就是亲爱的 你真是一天比一天话多了 我怎么了 你为什么不高兴呢 你不喜欢开饭馆 说实在的 这个主意很不错 你知道 有不少华人 在美国开饭馆挣钱 再说 中国菜世界有名 让更多的西方人 吃到你做的菜 更多的了解中国文化 这不挺好吗 挣钱的办法多得很 不必都去开饭馆 我喜欢做饭菜 可是 你厨师的水平 还差得远呢 厨师必须是 专业学校毕业的 还有 别总说亲爱的好不好 我听着 总觉得别扭 好吧 亲爱的 你看 我恐怕改不了了 可是 我真不懂 你究竟为什么 不愿意听这三个字呢 王晓云给林娜 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十二岁的男孩 和一个十三岁的女孩 同一年上初中 男孩和女孩都不太爱说话 他们常常跟几个好朋友 一起学习 一起玩 女孩 女孩总是像姐姐一样管着男孩 男孩也非常愿意让他管 三年以后 男孩和女孩都上了高中 男孩记着女孩的生日 给他寄去了一封信 祝他生日快乐 他怕女孩生气 不敢写上自己的名字 女孩给他回了信 也没有写自己的名字 高中生活比初中忙得多 他和他除了学习以外 没有想别的 中学毕业了 他们已经是小伙子和大姑娘了 小伙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姑娘考到上海的大学学外语 姑娘去上海的前一天晚上 小伙子来到了他家门口 但他没敢敲门 他 一个小伙子 去看一个姑娘 他家里人会怎么想呢 姑娘那天晚上 也睡得很晚 他在等着跟他说声 再见 一个月过去了 两个月过去了 姑娘想了很多办法 才打听到了小伙子 在学校的地址 一天 小伙子突然收到一封信 是姑娘袭来的 信上只有一句话 祝贺你开始大学生活 小伙子高兴得像疯了一样 他每天早上 中午 晚上都要在宿舍里读一遍 第二年 第二年 姑娘病了 要休息一年 她一个人回到家里 谁也没有告诉 小伙子 一封一封的信 寄到她学校 但都没有回信 她为什么不回信呢 姑娘 究竟怎么了 小伙子一天比一天瘦了 一年以后 姑娘的病好了 又回到了学校 小伙子这才等到了 姑娘的回信 她们在信中 谈生活 谈学习 谈世界大事 但是 她们没有说过一个爱字 在小伙子的心里 姑娘 是她的理想 是她的梦 她也能从姑娘 平平常常的信里 读懂她的心 小伙子 比姑娘早一年毕业 她在忙着考研究生 姑娘因为实习 总也没有时间回家 小伙子成了上海 一所大学的研究生 那一年的暑假 她们终于见面了 小伙子 看着这个又高又美丽的姑娘 心里有很多话要说 但是 一句也说不出来 她连跟姑娘握一握手 也忘了 那个暑假 她们天天在一起聊天 一起散步 一起去公园 一天 小伙子 终于 终于对姑娘说了 她心里 有一个字 一个最珍贵的字 这个字 跟着她 到今天 王小云说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故事了 故事里的姑娘 是她妈妈 小伙子 就是她爸爸 王小云 给琳娜 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十二岁的男孩 和一个十三岁的女孩 同一年上初中 男孩和女孩 都不太爱说话 她们常常 跟几个好朋友 一起学习 一起玩 女孩 总是像姐姐一样 管着男孩 男孩 也非常愿意 让她管 三年以后 男孩和女孩 都上了高中 男孩 记着女孩的生日 给她寄去了一封信 祝她生日快乐 她怕女孩生气 不敢写上 自己的名字 女孩给她回了信 也没有写自己的名字 高中生活 比初中忙得多 她和她除了学习以外 没有想别的 中学毕业了 他们已经是小伙子 和大姑娘了 小伙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姑娘考到上海的大学 学外语 姑娘去上海的前一天晚上 小伙子来到了她家门口 但她没敢敲门 她 一个小伙子 去看一个姑娘 她家里人会怎么想呢 姑娘那天晚上 也睡得很晚 她在等着 跟她说声 再见 一个月过去了 两个月过去了 姑娘想了很多办法 才打听到了 小伙子在学校的地址 一天 小伙子突然收到一封信 是姑娘醒来的 信上只有一句话 祝败 祝贺你开始大学生活 小伙子高兴得像疯了一样 她每天早上 中午 晚上都要在宿舍里读一遍 第二年 姑娘病了 要休息一年 她一个人回到家里 谁也没有告诉 小伙子 一封一封的信 寄到她学校 但都没有回信 她为什么不回信呢 姑娘 究竟怎么了 小伙子 一天 比一天 瘦了 一年以后 姑娘的病好了 又回到了学校 小伙子 这才等到了 姑娘的回信 他们在信中 谈生活 谈学习 谈世界大事 但是 他们没有说过 一个爱字 在小伙子的心里 姑娘 是她的理想 是她的梦 她也能从姑娘 平平常常的心里 读懂她的心 小伙子 比姑娘早一年毕业 她在忙着考研究生 姑娘因为实习 总也没有时间回家 小伙子 成了上海 一所大学的研究生 那一年的暑假 他们 终于见面了 小伙子 看着这个 又高又美丽的姑娘 心里有很多话要说 但是 一句也说不出来 她连跟姑娘 握一握手 也忘了 那个暑假 他们天天在一起聊天 一起散步 一起去公园 一天 小伙子 终于对姑娘说了 她心里有一个字 一个最珍贵的字 这个字 跟着她 到今天 王晓云说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故事了 故事里的姑娘 是她妈妈 小伙子 就是她爸爸 是她妈妈妈 她妈妈妈